你不知道我二十二十多气人 就这 靳雯还跟我那个三婶跟她酱呢 后来直接把我大姑给气住院了 谁 大姑 就你表哥他妈吧 在哪一院 三院嘛 心脏科 肯定不是副展科 又偏 大姑你也偏 大飞 我不是想起来 我跟一个女朋友约好咖啡我也忘了 要不你先逛房 咱们都说好了吗 下午我陪你 跟女朋友见你也管啊 你怎么什么都管啊 你听话啊 那你去我去哪啊 你自己逛逛嘛 年儿 那我干什么 你这儿子算 我爹对他话 你这儿子算 还会 你这儿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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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有一批货在发呢 我还得烟壑盖章呢 去吧 我一人都能行 别见 你这外面滴完了 待会儿谁叫护士 哎呀没事 我到时候自己能想着 不好吧 哎呀行嘛 赶紧走吧 一会儿太晚了 谁呢 进来 进来 姑姑 妈 我说您病了 赶紧啊 大飞告诉你的吧 啊 您没事吧 没事 没什么大事 哎快进来 来 快 快 看这孩子 买东西干嘛呀 花钱 哎 哎 小娘啊 那大飞呢 哎 没跟你一块来啊 哦 他有个事 我就先来了 哦 把东西放在这儿吧 哎 看你还来一趟 姑妈 表哥呢 哎呀 他太忙了 这孩子 你本来 你看你姑父啊 要去上班 他来接班 要到现在也没来 肯定开会呢 哦 姑父你有事 你要不您先走 我来照顾妈吧 哎 这样不好意思 哎 没事您就忙吧 也行 那就让小年来 陪我一会儿吧 嗯 哎呀 不好啊 哎呀 您就放心吧 就是 就算是我抓了 小年的公差了 嗯啊 赶紧去吧 行啊 那谢谢你啊 您真客气 哎 哦 赶紧的 姑父再见 哎 哎 哎 好 我给你们看吧 跳得快了快 快了 给您心脏不好 没事 还行 大年 哎 大姑 你和大飞怎么样啊 哎 我们俩就那样呗 嗯 大姑 表哥最近好吗 他挺好的呀 哦 他有女朋友吗 哎呀 你还说呢 一说这个 我就着急 我一催她这个事 她就说不急不急 嗯 我现在她的事管不了 由她去吧 嗯 那她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啊 谁知道她呀 谁孩子 呵 不管她 嗯 大大姑你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啊 我呀 我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啊 就像你这样的 长得好看的就行啊 哎 获总 哎 三会了 先片子去啊 对啊 阿姨最近好点了吗 我妈 我妈 怎么了 月后五点钟去换我爸 开回报的去看二镜 那你快去吧 行 谢谢啊 谢谢 这都回报 小哥小说那么好玩呢 可是吧 你别看他现在有的时候 一本正经的 鬼点子渴头 你怎么回事啊 又来了 大飞让他来看我 哎呦 今天可是多亏了小年了 刚才你爸不是着急上班吗 嗯 你又没来 我这书页瓶突然就 这就要 就要空了 护士站又没人 哎呦 这小年了 楼上楼下的去给我找护士 哎呦 这孩子 谢谢你啊 应该的大姑 妈 身体怎么样了今天 好多了 今天小年一来 我这一高兴啊 哎 觉得也 别这么憋得慌了 吃饭了吗 没有呢 正好你赶紧 带着小年你们去吃饭 回来的时候给我带点回来 不是妈 我我一会儿还有事呢 大姑 要不让表哥买回来 陪您在这吃吧 哎 也行 到楼底下 去 买那肉饼去 这楼底下那肉饼啊 可好吃了 特香 好啊 快去 那你先歇着啊 嗯 收拾买点 多买一点啊 嗯 好嘞 哈哈 大姑 你快跟我说呀 后来怎么着了 嗯 后来就让你姑父 臭骂他一顿呗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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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这个 哎 大姑 性格可真好 我可喜欢跟他聊天了 嗯 他还说下次给我看你小时候照片呢 嗯 你想说长什么样啊 是不是特可爱啊 呃 小年 要不你先打车回去吧 啊 你不送我啊 我还有事不能送你了 还有以后 就别来这看我妈了 为什么呀 我想我应该说的很清楚 你清楚了 我不清楚 这么说吧 高飞是我的表弟 你懂了吧 你什么意思啊 月小年 我们都是成年人 没必要揣着明白装糊涂 其实你心里怎么想的 我最清楚 我希望你把这个念头 赶紧忘了 好好跟高飞在一起 我不爱高飞 那跟我没关系 我不认识你之前 我就不爱他 都跟我没关系 我不相信 你对我一点感觉都没有 月小年你有点太 自我感觉良好了 那你怕什么 我怕误会啊 你胆这么小啊 我向晚没必要再给你多解释些什么 你不能阻止别人喜欢你吧 不会放弃的 不会放弃的 你说说你这干的叫什么事啊 大国 姐 您就别再说大国了 他也挺后悔的 我让他们还少啊 姐 您好好想想 从小到大 我穿过一件新衣服吗 都是爸从工厂里拿回来的工作服 住的 吃的 玩的 我让让让让他们兄弟俩 有件事 我从来没跟家里人说过 在东北插队的时候 零下四十多度 雪都没我客气盖了 我还得上山去砍树 有一次 树倒了 把我的腿砸断了 跟腱也断了 治好了以后 这小腿的肌肉就萎缩了 阴天下雨的时候 这腿又钻细的疼 又如疼都站不起来 你不信你们问 大夫说了 我这辈子也不能干重体力活了 这事我从来没跟二郭三郭说过 我想我说有什么用啊 我当大哥呢 我帮他们去插队 应该的 都说我脾气大 说话损为人刻薄 我知道我不招人带 爸妈从小就不带着我 我愿意这样吗 就因为我当大哥 你他们早生了几年 我就得处处让让他们 让来让去把我都耽误了 要不我能混得今天这么惨吧 连我儿子都看不上我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